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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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去跟妳拿東西 吃飯 吃飯 吃飯嗎 吃飯嗎 吃飯 就是鍾瑤在這齣戲裡面 是我的女朋友 這位是謝寅萱 也是我女友 馬上第一天就有文憩耶 我覺得是一種情侶之間的一種狀態啊 就是好像也不用特別說 欸等一下 我要怎麼樣 好像沒有了 對 我們兩個好像沒講對不對 就是臉湊過去的時候 對方就知道 這一次這個女同志的角色 很不一樣的是 導演希望不要有太多性別之分 就要打破一些傳統的觀念 讓他兩個人站在非常平等 在工作上 在性格上 在互相依賴保護的狀態之下 是非常平衡的關係 沒關係可以買不單喔 請問是 我來我來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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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不用拿過來啦 妳好帥喔 我的原則就是 不要推自己整個人 妳選戰回去那一戰 我印象最深刻 就那種感覺是 哇我們這一切好像結束 可是好像一切要重新開始 那個流露感好像是 沒有任何劇情丟給妳 但不知道怎麼就有默默的感動 就是一個情緒的交流 嗯 對對對對 我是在前流 我是在那邊 大家好 我是陳記霞 擔任的是文芳的媽媽 我記得最深刻的一場戲 是第一次我跟銀萱對戲 心裡有一些忐忑 那主要是那個親密感 妳喔 嗯 這是什麼 我是妳的媽媽 是妳爸爸的媽媽 我被腿蠻蠻蠻的 後來這場戲演完了以後 我放心了 因為我聽到製作人講說 哇 這看起來就是一家人嘛 頓時覺得有點成就感 手機這麼好看啊 她現在選舉啊 我們這次在 《學生之前製造浪子》裡面 飾演的是 陳漢敬 還有吳芳萍 是一對夫妻 這個角色其實跟我的個性 蠻不一樣的 她是屬於那種比較 成熟有主見 蠻理性的角色 媽媽 剛剛都沒有在戰爭退 她其實是理解她的 就是因為理解她 所以她才願意跟她 用方婷的方式 一步步引導她 然後一起去解決她們面對的困難 妳就來光園她嗎 啊 以前在紅樓上班的時候 我唱指在電腦 說是可以美白 今天殺青錢的第二場 是我們和好的一齣戲 不知道哪一個tag 看到她的時候 因為她也愧疚的一直掉眼淚嘛 那我也掉眼淚 那我看到她的臉 然後又在掉眼淚 我想說好想講這句台詞喔 然後我就講不出來了 你哭起來好重 可是我覺得 這就是他們夫妻的一個相處的方式 我覺得她一定會是有一個瞬間 他們是可以 頻率都是很搭在一起的 所以才有可能可以一直走下去 應該沒辦法吧 我會相信最大的不同是 我已經搞清楚這個議題是什麼 她也曾經有沒有搞清楚議題是什麼 那是好近一點 那我的個性就是 我喜歡把話講開 我不喜歡有東西憋在心裡面 所以我覺得問題就是 一定要解決 這個老婆 來吧 沒錯 punt